酒吧里,几个黑社会小弟争着当大哥,他们旁若无人地使唤贾斯伯,这令贾斯伯心生不满。 深夜几个人喝得酩酊大醉倒在车上,正欲送他们回家的贾斯伯决定报复。 他把车开到铁轨上停下,意图造成事故假象,以泄心中之恨。 繁锁好车门后站在草丛里,从裤兜里摸出电话打给妻子。 告诉他自己一点都不软弱,却没想到妻子说那并不是软弱,而是善良。 正因为他善良才赢得了妻子的心,这让贾斯伯幡然醒悟。 但为时已晚,一辆火车呼啸着开过来,汽车瞬间被撞烂,爆炸,焚烧成灰。 大家好,欢迎光临露天电影院,我是吉利波。 今天给大家带来边缘世界第八集,废话不多,我们现在就开始。 先看剧情。 汤米杀完人出来,把凶器都放进了证据袋里。 犹豫了一下,还是决定报警。 汤米正在擦拭溅落在斜面的血迹。 警方过来后,却发现皮克没有死。 忽然又听到医院里出现凶杀案,他焦急地赶往医院,索性未婚妻没事。 但此时,接二连三的状况,让汤米完全懵了,内心焦虑不安。 安斯利督查告诉弗林,如果光头女博士得逞,那么除了康纳还会有更多人受害。 他提议合作,一起扳倒光头女。 弗林希望督查能帮助治好母亲。 督查联通了姨妈查询后表示,自己也无能为力。 弗林母亲的病已经无药可救了,预计只剩下23天的生命。 听完这个消息,三人匆匆下线。 弗林无法接受这个结果,但母亲对于这个结果却表现得很平静。 她安慰弗林把这看成是一种解脱。 弗林可以摆脱这种巨大压力的生活,去做回自己。 这让弗林更加无法释怀。 艾什来找光头女。 她把爱丽塔偷走的资料被藏在弗林大脑中的事情如实相告。 接着,说出俄国佬已经知道此事,希望光头女帮自己杀死俄国佬。 光头女打算提前末日投奖的时间,一次性毁灭弗林全家和他们所在的小镇。 沙俄国佬则需要爱时与自己理应外合,爱时同意了。 弗林上线了,沃尔夫向弗林道歉没有救回她的母亲。 弗林问起艾丽塔。 沃尔夫想起往事,记忆中自己的家,之后的难民营生活。 难民营被烧毁后独自流浪遇到爱丽塔,自己的莽撞导致两人被抓然后被收养。 随后,两人逃跑,躲到一起建立的秘密基地。 回忆完,沃尔夫说,自己无法决定是否与安斯利督查合作。 不知道弗林怎么想,鉴于直接说出来容易被监听,两人决定开启神经飘移,用共通的心理感受来判断答案。 安斯利督查无所不知,做事果断。 俄国佬深藏不露,凶残狠毒。 艾丽塔如同姐姐般睿直幽默。 接着,两人询问自己给对方的感觉。 明显有一种暧昧的情愫在两人之间流动。 忽然,弗林问起,沃尔夫,她和艾丽塔儿时的秘密基地在哪里? 这个问题令沃尔夫恍然大悟。 艾丽塔大概就躲在那里,于是两人匆匆前往。 在公园里,弗林关掉幻象。 一个女孩孤零零坐在长凳上。 她看到沃尔夫高兴地说自己等了很久,让沃尔夫跟她走,但弗林不能去, 因为弗林的替身被碍事监控。 弗林不得不下线,女孩带沃尔夫来到曾经的营地救治。 艾丽塔出现在她身边,她告诉沃尔夫,植入物会压抑大脑的记忆。 自从自己取出以后,想起了很多很多事情。 沃尔夫说如果没有植入物会导致死亡。 艾丽塔表示不屑,她告诉沃尔夫,在这片土地下埋着那名营里的成千上万的人, 包括沃尔夫的家人,说吧就让替身挖出一个白骨递给沃尔夫。 这一切都是盗贼集团干的好事,俄国老的父亲正是参与者之一。 为了避免难民营的疾病流传出去,他们就开始驱赶屠杀所有人。 在短短两周不到的时间里,杀了五百万人。 他们之所以要给人安装上植入物,是因为他们害怕真相大白。 说吧,走来一群一无所有者。 艾丽塔说自己正在召集他们。 弗林从汤米处知道最近有人预谋炸毁附近的美军导弹发射机。 汤米怀疑弗林兄妹参与其中,弗林表示自己不知道。 接着就赶回家匆忙上线。 她追着暗时寻找沃尔夫,并说出导弹发射基地的事。 暗时则把所有实情告诉了弗林,让弗林大吃一惊。 她知道光头女博士明显要毁掉自己和故乡所有的人。 于是弗林找到安斯利督察,告诉她光头女博士要毁灭自己的世界。 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开启另一条插时线,以避开光头女的毁灭行动。 安斯利督察答应帮忙,但机会很渺茫。 研究中心有一个秘密地,在那里开启了大量的插时线通道。 这个秘密地点就像坐标一样存在。 那里的看守和弗林一样都是远程登陆控制者。 弗林只能独自搞定他们。 说吧就把弗林送了过去。 在一栋大楼前,弗林轻松搞定一个清洁工。 利用她的红膜扫开了大门。 拿起地上的怀表。 眼前的墙壁消失了。 一个房间里站着几个守卫。 这时候光头女发现了弗林的闯入,马上唤醒了守卫。 可他们都不是对手,很快就被弗林轻松搞定。 弗林把怀表放在时间桩上,上面出现无数条插时线。 弗林伸手点下2032年那条插时线。 光头女通过一个守卫警告弗林,自己一定会找到弗林,并让她付出代价。 弗林不屑地说自己表示怀疑,说完就在2032年的插时线上点开了一条新的插时线,然后把怀表捏碎,毁掉了怀表所代表的坐标。 现在弗林要做的就是毁掉自己。 弗林把康纳叫上线,将目前面临的情况据实相告。 但我需要您的帮助。 尝尝 我会回来。 因为我会杀了那混蛋。 然后让康纳把自己击毙。 。 康纳响起,弗林再次上线。 她将与安斯利督查展开合作。 好的,剧情就讲到这里。 本集里,汤米没有确认一下两个人是否真的死亡就报警,这个动作有点太糊涂了,然后她杀死警长,打伤皮克的时间,应该与鲍博在医院威胁弗林母亲的时间差不多,这里没有自圆即说,汤米就全身而退了,还向弗林透露有人企图占美军基地的事情,这个安排有些让人迷惑。 亚斯波杀人的动机也不够,叔叔还没死呢,没必要因为被使唤了一下,就杀三个叔叔的老部下,下手过分狠了。 而她打电话给妻子的那一段信里描述,显得画蛇天足,软弱也没必要杀三个人来证明自己的坚强啊。 爱丽塔摇身一变,似乎成了某个组织的领袖人物了,对于她的描述真的太少了一点,很琢磨不透的人物动机和目标。 汪头女这一集打算用末日投奖来杀死弗林,有点小题大做了吧,研究所的能力太令人失望了。 总之,感觉就是玩弄了一些概念,讲故事的能力很有限,现在全靠剪辑师绞尽脑汁地努力把一堆碎片凑成一个故事,其艰难程度让人汗颜。 即便如此,还有大量剧情漏洞无法填满,只好弄些无关紧要的人物心理毛血来填空了。 好吧,不过观赏性还是有的,只是吸引力和期待程度已经大打折扣了。 那么我们本集就介绍到这里,我们新开了一部《英格兰人》,此剧很精彩,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们,在剧集里可以看到解说。 谢谢大家观赏,我们下次见。